商道华硕的形象 环保署规定政府单位采购电脑的时候呢 要以有环保标章作为优先 结果电脑大厂华硕被检举说 那么他们这个新型的中央处理器CPU呢 要卖给这个公家单位的时候呢 这一批上面没有电脑环保标章 竟然拿已经通过认证的上一批的电脑环保标章呢 就来违规搭载来卖新的这个新的这一批 涉嫌借此长期垄断政府的采购 金额估计呢超过了百亿 检调查出来华硕副董呢恐怕涉案 华硕则是书面回应说已经增列原标章 或者是另外申请新的标章 被停用的标章已经改善完成 而且呢环保署同意证书恢复使用 至于副董市长接获了检调约谈 他们说这个并不是事实 不排除对报道的平面媒体要提告 不管是平板还是手机 台湾品牌大厂华硕推陈初心 NB转型做平板成功行销台湾科技 不过这回却被检举 拿先前已经通过认证的电脑环保标章 搭载不合规定的电脑处理器 借此长期垄断政府采购 违反政府采购法 华硕副董增枪声恐怕涉案 北检粗估涉嫌坑杀政府百亿元 就是这款华硕桌上型电脑 原本应该搭载有环保标章的第一代CPU 不过却榆目混珠 搭载第二代没有环保标章的CPU处理器 等于是用幽灵序号来骗标章 让原本打算采购112台的台北自来水事业处 接到检举之后向环保署反映 最后确认取消采购 也让事情爆发出来 审核过环保标章近十年的专家吴嘉诚就说 环保标章委外之后就容易发生问题 越来越多的环保标章是可以帮助厂商赚钱的 只要挂了环保标章商品就会比较好卖 所以环保标章的这个产品的量越来越多 也变成越来越糊烂 华硕涉嫌违法已爆发 股价率先反应一开盘就重挫超过3% 而华硕目前仍然开会中暂时没有对外发言 不过涉嫌坑杀政府百亿元 副董还得接受约谈 台湾华硕品牌之光蒙上阴影 昨天新闻陈旋 陈旋台北采访报道